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今早抵达西哈努克省 开始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 今日上午时时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舰艇停靠西哈努克港码头 柬埔寨海军在码头举行欢迎仪式 中国驻柬大使王文天 柬华律师总会领导 中资机构人员华人华侨 和华校师生代表 在码头迎接 这次来访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共有三艘军舰 包括五湖号导弹护卫舰和东平湖号补给舰 今日下午三时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代表团将参访 西哈努克什港华学校 11日为舰艇开放日 当天上午九时至正午十二时 及下午三时至六时 民众可以登上其中两艘舰艇参观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防检期间 检中双方将开展互访拜会 参观交流 海上连演和文体竞赛等一系列友好活动